这台看着很有年代感的奥迪 就是第二代奥迪100 诞生于1976年 这台车虽然没能引进国内 但是大家看着是不是面熟呢 因为这种方向之间的造型 就是七八十年代最后的设计 包括我们熟悉的桑塔纳 也就是大众的第二代帕萨特 以及同期的马莎拉迪和兰摩基尼 其实都长这样 但是奥迪在这一代100上 玩了一个很新的东西 推出了Event版本 没错 奥迪100Event就是奥迪首款旅行车 而且从这款车型上 你可以发现奥迪对于瓦罐车型 不一样的理解 作为一台瓦罐 最基本的素质肯定就是空间 但是奥迪并没有一味的追求 更大的储物空间 奥迪100Event尾部线条 更像是一台Coupé车型 所以相较于奥迪100来说 Event版本会更加优雅 也更加动感一点 当然这样的设计理念 也传承到了之后 每一代Event车型上 无论是奥迪100 还是我们更加熟悉的A6 从C2到如今的C8 Event车型出现在 每一代奥迪的C级车上 而且相较于轿车版本 偏成熟稳重的设定 Event优雅且运动的造型 让这款车型 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不过对于奥迪来说 光造型动感并不足够 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 奥迪推出了S系列的首款车型 S2 Event 虽然它的尾缀是R 但S2 Event其实是基于第四代 奥迪80打造 并且不同于奔驰和宝马的性能车 在一台强调性能和操控的车型上 奥迪选择了更偏实用的Event版本 不过在Quarture和五缸发动机的加持下 S2 Event吸粉无数 奠定了奥迪Event车型 在此后的江湖地位 之后无论是A4还是A6 奥迪在每一代车型上 不仅都推出了Event版本 同时也有经过RS部门调教的Event版本 甚至在第八代A4和第七代A6上 奥迪只推出了Event版本的RS4和RS6 特别是当C7的RS6进入国内市场后 奥迪不仅用了最美旅行车 也收获了地表最强瓦冠等称号 确立了Event车型 在瓦罐车名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面对宣优的电气化浪潮 奥迪正在转型 那么奥迪的瓦罐系列会如何改变呢 奥迪其实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 而这台车现在就停在我们的盆内 这台车就是奥迪在今年3月17日发布的 奥迪A6Event一创的概念车型 一台纯电动的瓦罐 之前看照片和视频呢 它给我视觉感受就是一台很低帕 然后很宽的旅行车 而在剑道士车站到它边上之后呢 这个视觉效果真的就更夸张了 我看一下这辆车的数据 它的车框呢只差4厘米就到2米 而车高呢仅有1.44米 再加上低于车顶高度的金属许条 视觉效果显得更加低帕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有史以来 这台最动感的event 而且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 就算我站到这个位置 把它logo追到之后呢 你依然能看出这是台奥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整个前脸设计呢 其实依然是奥迪家族式的 single frame的设计语言 所以一看到这个矩形的大嘴呢 你就能立刻联想到这是台奥迪 当然奥迪马灯还是要说的 虽然说灯厂已经是个成年老梗了 但是在这台车上 它真的值得一说 前大灯是搭载DMD数字微镜技术的 矩阵式LED 拥有影院级的画面品质 赋予了车灯全新的功能属性 例如当驾驶者在为A6们的e-tron 停在一面墙前充电时 驾驶者可以通过墙面 投影XXL级别的虚拟游戏画面 获得与中控屏截然不同的 沉浸式游戏体验 尾灯则是采用了新一代的 数字OLED光源 以贯穿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尾部 所以这样看 这台车灯是不是不复灯厂之名呢 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其实在这辆车的两侧 甚至四周 安装了十个高分辨率的投影仪 可以向地面投射出不同的画面 比如说迎宾灯 或者转向的标识 通过灯与他人进行交流 所以在这台车上 灯早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照明工具 而是成为了一种 人车交流的新方式 不过大家买Avent车型 肯定都有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对于它纯电动车型来说 续航和补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左部出套远门 车老是给你撂半路上 或者充电等很久吧 基于PPE平台打造的 奥迪A6M一创 它不仅能装下 100千瓦时的电池包 而且看着流畅的车身线条 它的分组系数 其实才0.24 而这车后的大尾翼 还有下面这个巨大扩散器 还有这个导分槽 其实都不是为了帅 而是为了能让一台瓦冠车型 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在WLTP功况下 它的最高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700公里以上 就算你加上一定的折损 依然高于很多的燃油车型 另外A6M一创 它也配备了800V的高压充电技术 最快可以实现270千瓦的快充速度 充电10分钟就可以续航300公里 除非你真把它开到无人区 不然在正常情况下 我觉得它的续航 应该不是你该焦虑的问题 我可以跟你说 它的一个官方动力数据 这台车也分为两驱版和四驱版本 两驱版的0百加速 在7秒以内 和普通的奥迪A6 Avent 4高版本差不多 而四驱版本它的双电机 可以让这辆车的0百加速达到4秒以内 动力性能和RS6差不多了 毕竟它的系统综合功率有350W 而分支扭矩更是来到了800牛米 在性能上 感觉和4.0T的V8方式机差不多了吧 再加上纯电动车这么低的重心 而且它还有Equatio智能电动四驱系统 以及前后多连感的悬架结构 我觉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的驾驶感受 可能除了没有发动机的声浪以外 它的驾驶表现应该也是RS级别的吧 当然奥迪小伙伴也说了 这台车其实也是一台非常接近 量产车状态的概念车 我的理解是 把两个电子后视镜一拆 然后给它装上个牌照框 就可以上软 当然我说的对不对 到明年就知道了 对于奥迪来说 这台A6 Avent 1创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A4 1创 以及Avent 1版本 甚至是欧弱的车型的纯电版 应该也会出现在 奥迪的新车名单中 当然对于一创系来说 奥迪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尝试 从SV到轿跑 甚至是对奥迪Sport Quarture的复活 以及征战拉力赛的RSQ一创 在电气化上 奥迪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实用的车型 也在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让一些个性车 甚至经典车 能在这个新时代 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我们身边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吧